那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霸华王喀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的重修本尊 Om Veta Vema Hom 莲花生大事 师母 各位同门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吉夫人吉迪师姐 生活中中委会会计师可丽莎师姐 生活中中委会法律顾问周飞方律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西亚奇师姐 周恒医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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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是修的是联华生大事的同修 那么联华生大事大家都知道 那是密教的祖师 密教的祖师也 应该讲起来这个密教 是赤松德真王 赤松德真王 那时候的藏王 西藏国王赤松德真 那么请莲花生大事入藏 进入西藏 那么联华生大事在西藏 差不多宏华有五十年 五十年之久 有五十年之久 那他的教派呢 是最早的旧教 就是属于林玛 林玛派 林玛派是联华生大事的林玛派 那他主要是大圆满法 主要讲的是大圆满法 那我经常念联华生大事的奏 我是这样子念的 Om Beza Guru Benma City Home 写 他的最短的奏 Om Beza Benma Home 然后再念 Yishito Ga and Mandarawa Yishito Ga Mandarawa 我是 连他最主要的身边的两个 明辉的奏都念出来 那他一共有五个 他最主要的明辉五个 那么其他还有二十个次要的明辉 然后三药的明辉 就不知道有多少 这个是联华生大事的 他主要呢 他是空行灵体 就是空行星药 那时候他受灌顶于斯利辛哈 斯利辛哈 那时候一起受灌顶的 连师到最后到了西藏 有五位的 当初的讲的在西藏的 五个新出家的人 到了斯利辛哈那里 去学大耶满法 其中有一位大成就者 就是毕鲁哲那 毕鲁哲那 不是我们毕鲁哲那佛 但他的名字刚好是毕鲁哲那 所以他也学了大耶满法 那么有几个大耶满法综合起来 在龙青巴的时代里面 他把它综合 就是大耶满法 整个把它综合起来 一位龙青巴 龙青巴尊者 那大耶满法呢 可以讲就是 连师最主要的法 他的传法五十年 那么你看有多久 那五十年差不多 像我们现在的年纪来讲 传法五十年 那是不得了的 十尊是二十六岁开始 得到瑕士金母开田園 以后就开始慢慢 学法 学佛 跟一心向善 那时候他的教导就是 一心要学法 一心要学佛 一心要向善 他教我 是这样 那从那时候 学佛开始 也一面学 教 学 乡长 那一面学 一面讲 一面传 从二十六岁到今天 七十一岁 一共几年 四十几 四十五年 那还差 那莲华商大士 还有五年 在西藏 还有差五年 可见也是 像我们现在 是算一辈子的事 这一辈子 一辈子 他一百岁的话 是一辈子 莲华商大士 他活很久 所以他是 但是 当然他的密法 传得更加的那个 就传法最短的 应该就是耶稣 耶稣 收了门徒 十二门徒以后呢 他也不过是说法三年 就被钉十字架 钉在十字架上 哇 好辛苦 那三年能够讲什么 当然没有办法讲什么 但是你知道 耶稣是穿红色的衣服 红色的 耶稣的像一般来讲 他有穿白色的 还有穿红色的 他的几句名言 哇 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他跟 他的圣经里面的几句话 都跟我们佛教有点关系 我讲过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这是耶稣讲的 这个就是三轮体空 耶稣他懂得三轮体空 穿白色的 穿白色的 是白教 穿红色的 是红教 那时候的 教派是这样子 林马派 是穿红色的 穿白色的 是白教 是属于这个 格局派 格局派 那 耶稣所讲的 人家打你的右的耳光 你左的耳光也要给他打 这个就是忍辱 不只是忍辱 还是精进 耶稣讲的 人家拿你的外衣 你连内衣都要给他 这个就是布施 耶稣讲的 这个 妇人 能够上天堂 就如同 骆驼穿针孔 不太可能的 你跟金钱有了瓜葛 你很富有 你每天忙于盈利 盈利赚钱 盈利赚钱 你没有时间修行 所以耶稣讲 妇人穿 上天堂 如同 骆驼穿针孔 他举句名言 做生意 你迅弑 你要得到名位 像要当这个领导 国家领导人 或者当国家的总统领袖 或者要当高官的 哪有时间去想到修行 那个也是 耶稣讲骆驼穿针孔 我讲这个很有前世的人 就是从犀牛穿针孔 是我讲的 犀牛要穿针孔也是很困难 所以最好的行者 是能够放下一切 才能够有成就 我上回讲到 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在马朝 就是那时候他们要拿户口 就要从一个地方 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拿户口 就是 Yokso跟玛利亚 在德国称为玛利安 玛利亚就是玛利安 是一样的 Yokso跟玛利安 两个人就回到户籍的地方 在半路上 圣灵怀胎 玛利亚就在马朝里面 生下了耶稣 这时候天上有光 大星星出现大星星 天上有光照他 东方有三个博士 很远的地方跑来 献给耶稣 那些礼品 很多的礼品 师尊出生的时候 是在鸡舍 Chicken house Chicken house 是在鸡舍 那时候我们家刚好逃难 二次大战 美极轰炸 水上机场 嘉义就在水上机场旁边 我们全家人就逃难到牛愁西 就是嘉义县后府的地方 我是在鸡舍出生 也有一道光照 因为晚上不能点灯 因为飞机在风沙 晚上不能点灯 有一道光照 是我的爸爸拿那个 那时候的一个电筒 照我 一道光照 所有的鸡全部惊醒 嘎嘎嘎嘎嘎嘎嘎 得到鸡的加持 这是我的出生 我也是圣灵怀胎 我是七叶 母亲七叶就出生 怀胎七叶 早产啊 早产哪里是 早产哪里是什么圣灵怀胎 但是我父亲啊 七叶 这个孩子他数学不太好 七叶出生了一个男孩子 而且全身包着白纱 我有特殊的地方 全身包白纱 要用煤油 给他洗干净 煤油把这个白纱 慢慢地给他洗干净 才出来一个胎儿 一个小胎儿才七个月 才七个月 早产 也可以讲圣灵怀胎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父亲一出生 他很高兴 他那时候是日本军人 是卫生兵 服务在走云 所以他跟他的长官 Lakasone 日本首相 其中一位就Lakasone 他在走云当海精 那个时候 我父亲是卫生兵 是服务他的 所以跟Lakasone 是日本的首相认识 我父亲当时很高兴 穿着高筒鞋 军人配着配刀 戴着这个军人的帽子 很高兴地去跟亲戚讲 说他生了一个男孩 很多人就告诉他 有没有问题 你结婚才结婚几个月 你算一算 一二三四五六 只有七月才多一点 怎么你太太就生产 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父亲那时候是军人 非常的生气 回来呢 就把小孩子就抱住 就拿去给我那个 叫外婆吧 就是我母亲的妈妈 你养吧 这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的 我从小就变成孤儿 我外婆把我带到 她死掉了 然后又把我交给那个我妈妈的妹妹 等到我妈妈的妹妹要结婚了 她说我总不能带一个小孩子去结婚吧 还是把她交给我妈妈 我小时候生活的悲惨 好可怜 还好呢 因为我是性灵怀胎 至少就有那个灵性啊 可以保护自己 可以飞檐走壁 跳高 跳上 跳下 趴 这个人家要打我就先溜了 而且溜得比烟还要快 我也很会藏 藏在防空洞啊 藏在衣橱里面啊 藏在monoti 藏在哪个地方 厨厂室 到处就藏 都是我的基地 这就是我小时候 我是不是 我是随身的 没有答案 我就是这样子 当初的时候 玛利亚生耶稣啊 他的父亲 耶稣 我们称为耶稣 台湾话叫耶稣 他也不承认这个孩子的 一样的命运 耶稣是同样的命运 那耶稣是一个木工啊 他是一个木工 把耶稣带到几岁以后 他也不理他 耶稣就离家出走 去到哪里 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回来 他就变成耶稣了 人家讲说 他去了这个 喜马拉雅山 去了 喜马拉雅山 找这些 那个好像是说 神圣的大师 这个写法 就回来 他就开始度众生 那我是被 要是金母开了天眼以后 才开始度众生 这个情节很奇怪 不讲这个了 怎么讲莲华生大师 讲成 不过莲华生大师的命运 更奇怪 你看 他在达赖戈霄海 这个海 其实印度有很多福 他是一个大地 当然他也接近海 但是达赖 他们称为福 也称为海 叫达赖戈霄海 是福 福里面的莲花 里面有一个小海 他是这样子 被一个国王 把他捡到 然后带回来养大的 他是孤儿 哪里来的 谁也不知道 谁生的 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都没有记载 没有 所以你看 这些人出生 都是很奇怪 耶稣出生也是很奇怪 处女能够怀胎吗 你去问医生 不可能的 在现代社会来讲 不可能 我那时候七个月出生 是有可能 早产就有可能 但是也变成好像不可能 因为我父亲不承认 这个都是谜 我老八 因为父母都已经走了 我现在我的老八 老八送下水 我老八送下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都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事情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到底我是随身的 莲花松大师的父母是谁 耶稣真正的父亲是谁 都是问号 莲花松大师讲 我讲大爷满 这些诸佛子今知 但怎奈无下手处 是啊 如何下手呢 莲花松大师讲 这就是要明师传授的地方 今天我传给你 啊 我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真实见地 我终于修得彻切 撒那间知了自信 十方佛国煞土 全部呈现在面前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 方法实修 莲花松大师教授 告诉我的 我不是讲了吗 如何入三昧地 如何立断 这个测切就是立断 实修怎么实修呢 刚刚你们已经实修过了 那个修法就是实修 只是你们没有办到 完全入三昧地 刚刚施仪讲 讲了一句话很简单 做九节佛风入三昧地 大家跟着做九节佛风 一进来一出去 一进来出去 一进来出去三节 又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六节 又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九节 九节完了 那入三昧地 大家全部安静下来 有没有入三昧地啊 你们谁入三昧地的几手 大使呢 有没有入三昧地啊 刚刚 告诉你入三昧地的方法 莲华生大生子 是这样子跟我讲 你身不动 身体不要动 大家刚刚也身体都没有动 大家都坐在原地也没有动 其实是必如七之座 你脚双盘 手呢 结定印 这个 不抬头 压喉结 压喉结 后面脊椎骨挺直 挺直 让中脉挺直 坐着端端正正的 神不动 这是第一个口诀 第二个口诀 你不持重 也不念佛 也什么通通都不要讲 像哑巴一样 这叫口不动 第二个 最重要的口诀 口都不动 第三个口诀 是意念不动 力断 如何意念断掉 把你意念通通通都不想 全部断掉 叫做意不动 也就是心不动 也就是心不动 如何心不动 这是最重要的口诀 因为意念大部分 所有的人都动的 你能够意念不动 声不动 口不动 意念不动 这是最重要的 这些理断 如何意念不动 如何意念不动 过去了 想也没用 未来你的计划 要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还没有到 你也不要去想 这是最重要 那现在呢 现在在做入山昧地 你也不要去想 你住在 没有差别的境界之上 在那里 等 等住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现在要做什么 你也不要去想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个都不去想 过去 手作 已经过去了 不去想 未来要做 你也不要去想 因为还没有到 现在要做什么 你也不用去想 因为现在 你不能做什么 什么都不做 叫无为 金刚经里面 有写到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你得的是什么心 要你讲出来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得的是什么心 然后请上师们讲 他们都入定了 得住三昧地 很简单 就是无所得心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得的是什么心 你就无所得心 既然无所得心 你干脆 你干脆 就是立断 这个就是 生不动 口不动 意念不动 心不动 这三个合一 你才能入三昧地 大部分你 生不动 你会 必如其自作 会 你口不动 你不讲话 不念咒 不念佛 什么都没有 当哑巴 就是口不动 心不动 心不动 最难 你的意念 要让它不动 你会想你的过去 想你的现在 想你的未来 过去的已经过去 你想它做什么 未来的还没有到 你想它做什么 现在呢 你正是在 要入三昧地 你也不要去想要入三昧地 反正现在的 你也不要去想 你三昧都不想 很快的就立断 这个就是实修的方法 莲华生大士告诉我的 但是我没有讲出来 我在书上没有写 我说 啊 我明白了 原来这个就是 真实的垫地 莲华生大士传给我 真实的垫地 这么简单 其实也很难 你想它做什么 过去的 你已经过去 未来的还没有到 现在的也会变成过去 你想它做什么 什么都不想 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 你身体就空了 这时候宇宙的意识跟法流 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了 你的本尊啊 宇宙法流啊 知会本尊啊 从悉空中下降 进到你身体里面来 你就定在那里 那个点上 这个就是入三内地 现在口节跟你们讲了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金刚经里面有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不要想你得到 我要得到阿罗汉果位 我要得到菩萨果位 我要得到佛的果位 毋庸去想 根本就不去想 你根本什么都不想的时候 自然的先天气 进到你身体 也就是智慧法流 进到你身体 本尊进到你身体里面来 你已经在受灌顶 宇宙法流的灌顶 在你身上了 你能够保持这样子的状况 一直下去 一直入三昧地 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那不得了 你把后天的 都已经转成先天了 道家已经讲说 后天的都转成先天 你自己所有前身的 就已经在运作了 所有的行 修行都已经在运作 这个时候就是一 一 就是报身 报身佛 就是一 报身佛 回归到零 就是法身佛 变化出来 很多很多 度众生 硬化生 就是二 就是二 四 五 六 七 八 就是变化 变化出来 就是要硬化身的佛 法身佛是零 报身佛是一 硬身佛是无数 这样了解了吗 这样了解了吗 没有别的方法 告诉你 修行方法 是不二 只有一 不二 你看活门 每一次进去 它上面有个扁 不二门 不二门是什么 就是一 老子讲的 人能守一 万事必 人能够守住这个一 什么事情都结束 佛陀讲的 自心无一处 无事不办 你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释迦牟尼佛讲的 孔子讲的 一以贯之 一以贯之 这个所谓先天道 这个一贯道 天道 就把他 孔子讲的这句话改成 我们是一贯道 一以贯之 用一以贯之 变成他的一贯道 事实上 孔子是讲 我没有 什么法 我就是一 老子也是这样子讲 道家的主事业 老子 人能守一 万事必 必就是毕业的必 佛陀 佛陀讲的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孔子讲的 悟道 意贯之 用一 就等于全部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 伸直不动 口不动 你的意念也彻切立断 宇宙法流 就下降 在你身上 你的本尊 就降在你的身上 你就跟本尊合一 跟宇宙合一 跟天合一 法流相容 互相容 就是一个瓶子 本来是轰起来 里面的空气 跟外面的空气 不流通 你把瓶子打破 啪 打破了 这瓶子一破 里面的空气 跟外面的空气 就结合在一起 这就十六四 卡玛八所讲的 连结 你连结 卡玛八所讲的 十六四 爸爸皇卡玛八讲的 连结 你跟我连结了 你跟你的上师连结了 你跟你的本尊连结了 你跟你的父法连结了 这个就是十九法 其实十九法是什么 观想 观想 持咒 解锁印 入三昧地 这个是所有的法当中的正修 前行 正行跟后行 正行永远都是这样子 观想 观想 持咒 解锁印 入三昧地 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就是属于正行 后面的后行 就是回向 战绩 前面的 就是前面七支 大礼拜 大供养 世归 世归 世无量心 大忏悔 披甲护身 这些就是前七支 所以一个修法下来 你当中的这个正行 最重要 入三昧地 最重要 这个就是要叫你 生不动 口不动 你的意念不动 意念不动 就叫做力断 大圆满 力断 这些 将来 这些气 在转化成为光 气又变成光 就变成talk 就叫炒 顿炒 炒夜 就是炒夜 陪你朋友路过手机店 你有看中 看中了 I pay I pay 我问他 喜欢吗 他说喜欢 我说喜欢就都看一会儿 他们两个人 就在那边看了一个笑 他突然问我 为什么我喜欢 你却不买给我 我回答 爱你的人 不一定是愿意 为你花钱的人 而是愿意 花时间陪你的人 这个女朋友 寒嘴眼泪 点了头说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没钱你还装算 还能够编出这一套的理论 告诉大家 我们所学的是无形的 力量从那里产生出来 你只要入山内地 你本尊啊 你自己本身的本尊啊 他就能够发挥力量出来 像我给师母加持 他有几次请我加持 今天加持 明天就好 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师母讲 对不对 奇怪了 这个我的本尊就是很喜欢 姚石经 我的本尊就很喜欢师母 特别奇怪 只要加持他了 他一定好 没有一次说不好的 联系 将近回来那么久 他都没有一次睡好觉 那我就说好 我给你加持 我看你撑不下去 我给你加持 马上加持他 他就马上好 马上好了以后 他就问我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给你加持 给我加持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给我加持 让我几乎快撑不住了 你才给我加持 我跟师母讲 让你有惨痛的回忆 你才知道 我儒生愿的可贵 我真的跟师母这样子讲 让你有惨痛的 那一种教训 以后 觉得已经不行了 快要快要崩溃了 已经快要崩溃 那时候才给他加持 那时候 他印象非常地深刻 他才会对我比较好 不过每一次加持 都是有效的 绝对没有一次 都失灵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本尊在你身上 本尊的power在你身上 就是这样 我不用举别人为例子 因为举师母为例子 那是最清楚的 他每一次在很艰难的 每天早上四点五点 他就醒过来 就开始在那边工作 没办法 我看他一天晚上 只睡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最多五个小时 这样一直联系 一个月下来 那个胃一直不好 联系将近快半年 我一看他快撑不住了 就给他加持一下 诶 这样哦 这样哦 他让他英雄独青的 他知道少了我不行 对不对啊 对啊 少了我不行的啦 对不对 不过我少了你也不太行 因为他很会 哇 那个 那个 数日 他懂得很多 而且报税 全部由他做 我是什么都不懂的 你讲的报税 我完全不懂 他就厉害了 他就会做得非常好 很多事情他都做得非常好 那很多事情我不懂 我没有办法做 全部都是他在做 不过很奇怪哦 只要姚思金母一给他驾驶 他的愿望就达成 一个酒醉驾车的人 把一家伤口创倒 还好只是轻伤 警察赶到处理现场 那位酒驾的大哥讲 警察先生 我只喝了一杯啤酒 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 大半夜一家伤口 在马路中间吃火锅 警察就回他一句话 不要再啰嗦了 赶快把车子 从人家家里倒出来吧 我告诉大家 师尊是很清醒的人 清醒 不是迷失的人 生不动 口不动 意念不动 就是至善 最善的一件事 最善的事 大家想想看 生不动 你的生业就没有了 口不动 你的口业也没有了 你意念不动 你连意念的业也没有了 那不是最善的时候是什么 你没有所谓业障 你的业障就在这三个不动当中 你就消除掉 怎么消除你的业障 口业最容易换 讲话太多都是就换 下笔你就换了业 拿笔写文章 你很容易换业 嘴巴讲话也换业 也是业 身体到处都是业 身体所做到处都是业 嘴巴讲话到处都是业障 意念所想的更是业障 那大家讲 叫你观想本尊 本尊想不出来 每一次眼睛一闭上 没你就出来 啊 没你出来 那怎么办啊 而且还没有穿衣服的 都出来了 你意念就已经换了业了 意念就换了业了 六四达赖 他每一次观想他自己的上师 上师都没有来 每一次一观想 他的女朋友就来 六四达赖情歌里面 他写的是这 观想我的本尊 那本尊都没有来 只是他的女朋友出现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把姚氏金母雕得很美很美 我就想 我观想姚氏金母 姚氏金母跟我的女朋友都来了 台湾要建造一尊姚氏金母 是很年轻的 非常美的 是让你看啊 以后你不会忘掉了 这个你绝对不会忘掉本尊了 对不对 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我常常想 这一尊要是金母 这一尊 这一尊很庄严 想 想密宴的那一尊 他一只手是放这样 一只手拿浮沉 头斜斜的 这个知识 我想 我问事情的那尊 那尊很年轻 头戴宏冠 一只手拿如意 一只手浮沉 面孔带着微笑 这个很容易 想那个 现在南山亚瑟的那一尊 他是戴这个翘翅的宏冠 翘翘的宏冠 一只手拿如意 一只手拿浮沉 坐着 这边是日光菩萨 这边是夜光菩萨 另外 还有台湾的 要是金母 有三尊 然后都可以 一个意念 他们就会到 然后是哪一尊出现 我就知道是哪一尊 来加持 这样子 昨天去某公司做尾牙表演 主持人带动气氛大喊 夜姬 他说你们要接藏红 一次一片夜姬藏红 夜姬藏红 主持人突然大喊 柴源 前场一片哑来 都不出声 主持人告诉你们 柴源很重要啊 大家都柴源怎么重要 柴源滚滚来啊 你们都不懂 他以为是这公司的人员都要柴源 原来是柴源滚滚来 像这样子的不能入三昧地 很简单的 一天到晚在夜姬 藏红 柴源滚滚来 什么时候能够入三昧地啊 眼睛一闭起来都是黄金 像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入三昧地 突然很想去当兵呢 因为当兵的口号 天天都是怎么样子的 立正 立以客气 真 正是一个提手旁 一个真 立正 向前看 向前看不是向金钱看吗 向右赚 向右赚 向左赚 向左去赚钱 向右去赚钱 向后赚 向后也要赚钱 一二一 一二一 收息 就是收利息 一二一 就是一一两一 三一 一二一 一二一 全部都是一来一去 这样子的不能入三昧地 很简单 这也是一个笑话吧 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 入宾啊 那个叫宾吗 还是入什么 入宾姓周的人家 那是入罪还是入罪吧 入罪吧 一个姓李的年轻人 入罪姓周的人家 立了爷 言名 不管是生男生女 第一个小孩子必须姓周 以后才能够姓李 上个星期天 他老婆生了双胞胎 老丈人提出要求了 一 给孩子起个名字 一个姓周 一个姓李 名字起的要有纪念的意义 要有纪念的意义 因为是亲兄弟 但又不同姓氏 所以至少两个人的名字 要同一个意思 今天朋友告诉我 名字已经起好了 一个叫做周日 一个叫做礼拜天 刚好很巧 非常巧 这个是非常好 周日跟礼拜天 同一个意义 同一个意义 一个姓周 一个姓李 因为这礼拜天 一个是周日 你周恒就不算 周恒 一个叫做周恒 一个也叫周恒 周恒是恒过来的恒 不是平衡 你那是平衡的恒 恒过来的恒叫周恒 一个叫做恒心的恒 叫周恒 同样有三个恒 那是不同意思 只是同音而已 要找到同一个意思的 真的是很少 今天联华圣大叔告诉我 实修立断的方法 他的口诀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certific mountain 蛮人被味oms prze Veterat 不可不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